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词 在这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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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生起来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念完的衣服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信息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自身又何法除灭散乱戏 那么根据以上的内容 最后我们也应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总而言之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造的罪业是非常可怕的 行持的善业非常细微 很微妙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有什么样的方法 在这个世界当中 将自己无视依赖 相续当中一直喘息的这种散乱 散乱有外散乱和内散乱 所谓的外散乱 我们世间当中的各种硕士 有些人喜欢看电视 看电影 这是在散乱当中也是趋入另外一个画画的墨镜 有些人即算是修行人 或者出家人 但是也心不专注 对真正的法力上面 好像没办法转注 要么心不愿意转入其中 或者就开始打瞌睡 心没办法安住下来 这也是一种散乱的表现 真正的修法它对毫无兴趣 而是世间的一些没有用的事情 那个时候有聪明 有能感 有有兴趣等等 所以这也是一种散乱 然后我们所谓的内散乱 往年分别始终都是干扰着你的行持善法的 出离心 菩提心 空性见解实在没办法生起来 当你专注 当你实修的过程当中 经常出现一些恶劣的分别念 或者呼吸乱象 七星动念 一只心没办法定下来 这也是一种散乱 所以作者在这里 也是有一种法门的语气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在自相续当中的 长期喘息的 这样的这种习气 或者是这样的散乱的诗者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将它断除啊 我们凡夫人一般来讲 禁不起外境的诱惑 也禁不起外面各种烦恼的打击 因此就像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哥们一样 自己的心没有得到 真实的稳固之前 一定要远离一切的 世间八法围住的散乱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的希望 学习佛法的人 你听了这个法之后 自己的行为稍微有所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经验 真的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习气 就很难以断除的 就像是普流一样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 当住它也不容易的 所以业和烦恼的普流 非常的可怕 但是唯一的我们的薄弱智慧 薄弱智慧可以断除这样的相续 因此我们有机缘的时候 对薄弱空性要不断地闻色 同时对佛法的这些真理 经常传习的话 原来你的恶性 逐渐逐渐会改掉的 这一点 完全没有任何怀疑 我给他留下 订用说 这个事物 没有任何怀疑 那么我们的抗争能力 小心 自己能的人就在这些认为 还没关注那些万个的事物 一路上明的地下 调整句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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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魔众经常会尽情地干扰我们 经常想进各种各样的方法和形象来扰乱 或者是制造种种的障碍 所谓的魔众 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 所谓的魔应该是面目钻灵的 鸟牙壁落的 或者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形象来开始抓肘 会这样想的 但不一定是这样的 所谓的魔众它是依靠一种无形的方式来改变你的行为 尤其是对你的修持正法方面制造一些障碍 它以什么样的形象都可以出现 它有时候可能以辨识的方式来出现 修行人面前表演 然后你的心一直散乱在这个上面 有些可能以恶诱的方式来开始说一些调言 话语 然后让你慢慢慢慢就改变行为 所谓的魔众有时候真的是表面上看来你很成功的 你的福报也很大的 自卫光尊者也说了 你的施主 你的财富全部都已经具足了 在那个时候好像法没有成功的时候 魔已经成功了 有些人条件不太好的时候 苦心 知足少欲 很多的功德自然具足 但是有了施主 有了财富 有了名声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心散乱 从此之后没有真正的行持步伐 您知道 distinct感觉度是在奥特区的那里 没赴亭主任的酒吧 没赴亭主任的语言 没有可能因为让我们的位置重新提供 没有养语言和有力稳苦风格 好 没能够吗 没的 真正的问题 但是在屋前面揈你 Rather容写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时候真正的魔不在外面 应该从内心当中自己的心随着外界而转 而心没有办法转入真正的境界当中 那么即生当中你的修行不成功 来世必定会坐入旁城 坐轨 大地狱当中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的有些随缘不一定是这个随缘 因此他们自己并没有发现 那坐车在这里面也说 看见我们坐车的种种恶劣的行为 和众生的各种烦恼 然后生起极为强烈的悲心 还有我们即生当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如法 这个见解不准的一些邪教邪施 所以这些人把我们的智慧 逐渐逐渐会夺去 逐渐引入到非常可怕的恶趣的深渊当中去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通过闻思 接触佛教的怀疑 然后自己趋入正道 你只要到达了本世释迦牟尼佛的这种道路之后 再怎么样也是不会退转的 一无反顾的勇往之前 一定要从中获得利益 如果你这样去勤奋 那么无数的高僧大德 也是沿着这个路 最后一定前往到真正的 这种获得无上果位的金主 等会换你们的这个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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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在这次的儿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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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有时候佛陀已经来到人间了 但是真正转法论也并不是容易的 这个问题在前行当中也是说过 然后无数无量界闻思法也难在无数无量界当中我们获得的文殊佛法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在这里讲到人生非常困难的至于佛法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依靠佛法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贪嗔痴就完全断掉这个是相当的困难的现在很多末法时代的众生佛法各个一旁然后自己的相续根本没有融入于这个法这样以后虽然听得多修得多 但是真正的实修实证的人比较少的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非常认认真正的去听受和实修 这样以后很多众生就把佛法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停留在一些词句上并没有深入人心 这样以后他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大的 因此作者又看到我们世间当中人生那么难得 佛法那么难语 烦恼更难以断除 可是很多人根本不懂这个道理好像如意宝已经放在旁边 但是你不去祈祷 然后在自己旁边非常的痛苦 一直劳累 那这样的行为肯定人们都觉得是极为的愚痴 同样的道理 如今在满天下的很多可怜的众生 将佛法如意宝并没有去修习 而自己的相续被特别惧苦的烦恼 经常折磨着 所以这些众生的相续一直不断地受苦 多可怜啊 接一ツ 至于世界员 的队不平典或荐巴 不谈emy 现在的土石 到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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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虽然非常的痛苦 可是因为众生有四种颠倒的缘故 自己极其愚痴 根本不知道现在痛苦的本性 痛苦认为是快乐 不清净认为是清净 然后无恶认为是有恶 以这样的颠倒 卧制束缚着自己的相续 所以无量无边的众生成立在如此痛苦的大海当中 就是成立在这样的苦海当中 所以作者非常感慨的 非常悲悯的这种语气 就是说无虎 就非常的可怜了 现在我们天下的这些众生一个比一个可怜 所有的这些运运众生全是被业和烦恼的这种损缩 困得紧紧的 在这样的风火有没有快乐呢 应该说是没有的 三界轮回都是被痛苦 已经折磨着 所以无光尊者也是说过 苦苦变苦 极辛苦 留去众生 真悲惨 苦苦变苦 还有辛苦 整个留去众生 舒服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没有一个快乐的 如果你真的看到他们的本体 他不会有 无去之中 无安乐 不尽之中 无妙相 弥勒菩萨也是这样讲的 在不尽时里面 不可能有妙相的 那么留去当中 表面上看到好像有三世的一些快乐 其实这个要么是以辩苦 要么是以辛苦 没有真实的这种快乐 因此我们众生如果真的是 世间当中的各种 酸甜苦恼的成熟来观察 没有快乐的 以前《新世歌》当中也是有了 就是说是 老病死生 谁代替 然后酸甜苦了 自成熟 对方《念珠经》当中 也已经讲了六道的各种痛苦 比如说 地狱有寒热的痛苦 饿鬼有饥渴的痛苦 旁生互相一世和胆世的痛苦 人论是生老死病的痛苦 天界有放映的痛苦 阿修罗有战争的痛苦 六七众生又宣讲了不同的痛苦 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或者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 好像有些地方是不是这样苦啊 没有这样吧 我们现在轮回当中也是多快乐 有时候你跑到一些娱乐场所 或者到一些其他的环境当中 也有一定的快乐 但是这个相当于你吃麻醉 或者吃毒品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永恒的快乐 有人会给你吃麻醉 我还在吃麻醉 你吃麻醉 像一样的我的小鸟 这样的东西 很快乐 我不能吃麻醉 我不能吃麻醉 那么做得一样 我就不想吃麻醉 那你来吃麻醉 你就可以吃麻醉 我还是确不是吃麻醉 那你吃麻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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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